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了一下他的微博 果然有这样一行小字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而且他最新的这些帖子全部删掉了 估计就是忽悠的劲儿稍微大了点 超超让央行 让我上次节目说了 让央行每年多印两万亿来鼓励声誉 你说这种不靠谱的话 胡锡进这种玩意儿说出来也就罢了 你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 你也这么不靠谱 人家触怒了党妈 是吧 党妈不高兴了吗 卡 禁言了 这个任泽平在微博上那可是有357万多的粉丝 也应该算是财经领域里面体量很大的一个账号了 说他是一个网红经济学家 所以这个家伙以往总是一副爱党爱国的架势 算是受到我党宠爱的小粉红经济学家 但是这次却被党妈卡无情的给禁言了 看来让央行印钱帮助生娃的言论的确是太不靠谱 党妈都看不过眼了 关键 这家伙还曾经是许家印 每年上千万高薪给这个聘来的首席经济顾问的 现在恒大这么惨 弄得是民怨沸腾 你首席经济学家对此绝对是罪责难逃 你要负很大责任的 结果风口浪尖之上 这家伙非但不知道低调的避祸 赶紧敲敲躲一边去吧 反而还跳出来在这讲胡话 激起了重怒 你说你这不是让党妈不省心吗 禁言 活该 昨天还有一个好玩意 有一哥们估计也是闲来无事 打开了百度 在百度的搜索框中 敲了四个字 现在这位 现在这位 一般而言大家知道 这个凡是搜索过的朋友都知道 不管是百度啊 Google啊 你敲进关键字之后 它会自动的跳出一大堆 被网友搜索最多最热门的相关的联想词条 跳出一堆来 结果百度上敲进去现在这位之后 就出现了一堆和现在这位相关的词条 我们来看看 出现在最上面的 就是被搜索的最多的就是 现在这位是一直要做下去吗 第二名是 现在这位不搞经济搞运动 接下去是 现在这位搞经济不行 现在这位天天吹厉害了 现在这位好大喜功 这些最上面的这些结果 说明这些词条都是被网友们搜索的最多最热门的内容 那么现在这位到底指的是谁 你看出来了吗 什么叫名义是吧 这就是名义吗 结果下的百度赶紧取消了所有和现在这位相关的搜索联想结果 现在你再输入现在这位后面什么也不显示了 什么也没了 好是吧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位是谁 他也知道这位是谁 但是我们都不能说他是谁 好了再说一个事 昨天还有一个很劲爆的消息被爆出来 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 事件是由河南许昌的警方的一则通报引起的 通报说 一家名为郑州金玉检验中心的区域负责人张某东 因为实施引起病毒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而遭到警方对他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的立案侦查 在这则广为流传的警方的短短的通报之中 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金玉 金字的金 区域的玉 另一个是投毒 投毒就是警方说的这个实施引起病毒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 投毒 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模棱两可 不知道具体的行为到底干了什么 怎么投毒了 目前大众层面的基本解读是说 这个叫做张某东的家伙在新冠疫情中 有恶意散播病毒的行为 恶意散播病毒怎么散播 反正不知道 听起来比较惊悚 要等进一步的消息出来 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重点是另一个关键词 金玉 这个金玉其实就是金玉医学 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这家公司的全称是 广州金玉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金玉医学公司的网站的介绍上 明确显示 这家公司的主席 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南山院士 刚才许昌警方提到的 这个郑州金玉 就是他们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如果不是这则消息火爆 我估计大部分的人都没听说过这个金玉到底是什么东西 据公开资料显示 金玉医学是中国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龙头企业 截止到去年的11月 金玉医学已经完成了中国大陆的2.2亿份核酸检测 全球第一 仅仅去年上半年 金玉医学就给近1亿人次 大陆1亿人次做了核酸检测 这个营收高达54亿元人民币 54亿元 半年营收54亿 这54亿是谁来掏出来的呢 根据中共的相关政策 目前大陆民众的核酸检测分为两种 一类是叫做阴检浸检 另一类叫院检浸检 这两类 这个阴检浸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地政府强制民众必须出来做核酸检测 就是我们现在惯常看到的大排长龙 大面积一堆人 排着长龙等几个小时来做检测 这部分的检测呢 是这个就是阴检浸检 这部分检测的费用是由中共政府来承担的 各地政府来承担的 至于院检浸检的就是个院字 就是民众自愿想去检测一下 我有没有问题呀什么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费用就由民众个人自己来承担 所以第一种是最重要的 也是检测最多的 那么政府掏出的这一大笔检测的费用 究竟出自哪里呢 是中央有防疫专项财政 还是像疫苗一样直接从医保基金里面扣除呢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无论从哪里出 大家想想最终肯定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终都是中国纳税人的钱 要么就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要么就是占用老百姓医保里面的 看病吃药的这些费用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有点过分了 有一个网络名叫春湖森林的网友爆料说 这个金玉主导的核酸检测根本就是在糊弄事 他说他自己本人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的核酸检测 他没做过检测 结果人家金玉就有了他的核酸检测结果了 我都没做你哪来的结果 这不扯吗 那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呢 那不就是弄虚作假来的吗 这种事例很多呀 就是你想啊 每次检测成千上万的人排着舱队来检测 那么多的人 一次检测下来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一个城市里面 对吧 你怎么可能短时间就搞定拿出结果呢 你人手根本不够吗 不可能吗 这么多的人检测结果出错的几率是不是很大 对吧 那怎么办 有办法 精玉医学的检测人员直接伪造检测结果 甚至有人爆料说 他们直接把采到的样本直接扔了丢了 对外就说 这些样本不甚被污染了 全部作废 然后直接把这部分样本的人群化为阴性 得了 直接全部阴性嘛 所以为什么中国被检测出来的人那么少啊 数字看起来那么乐观呢 怎么来的 对吧 事情曝光之后 有一个叫做无东之主的网友说 难道是故意扩散病毒来赚检测的财政补贴吗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热情的小司哥的网友说 大致意思就是 他一面故意传播病毒 一面承担政府三分之一的核酸检测 来敛财 这里的三分之一啊 指的是这个精玉医学 目前已经完成了中国大陆将近三分之一的核酸检测结果 多大的数量 多大的人 这个人口 对吧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你说起个什么名字 好的 这个网友说呢 销售大量接单 实验室做不完 到了约定时间 负责人直接给政府报了阴性 结果做完后发现 有阳性的 再去跟政府报告 导致隔离不及时 反正就是各种弄虚作假 导致疫情各种不堪 现在大陆中共政权搞的这个全民核酸检测 对吧 让老百姓那是不胜其扰 不堪其负重 对吧 而且这么多人排队在那等着做核酸 一排就是几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你说这不是在增加感染的风险吗 人和人之间那么近 就这么多人等在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只要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能意识到的 很愚蠢的这个方法 那么中共为什么非得要大动干戈的搞这个全民核酸检测呢 一搞就整个城市几百万人去搞 这中间有没有牵扯到相关的利益链呢 数量动辄十几万上百万的这个检测样本 真的就没有一例失误的吗 不可能吗 对吧 那么是否有人为做手脚 甚至故意投毒的事情发生呢 是吧 这些问题早就萦绕在大家的心头了 百姓们会愤恨的这样想 是吧 一边是劳民伤财的全员核酸 弄得平民百姓奔波劳碌举步维艰 是吧 一边是你们这些当权者 利益单位相关这个利益链上的人 这些人日静抖经大发国难财 对吧 所以当金玉造假投毒事件被曝光之后 才会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应 但是这件事也有蹊跷之处 在河南警方发布了通告 大小媒体齐声踏伐之后 金玉并没有像其他企业那些 立刻认怂 道歉 检讨 交罚款 装孙子 没有 人家非但没有认怂 反而在一天之内发了两份声明 1月12日发布了第一份声明 内容就是说他们正在积极配合调查 目前还没有结果 这是第一份声明 很简单 第二份声明马上就出来了 这份声明态度强硬 措辞犀利 否认一切指控 否认主动传播病毒 否认隐瞒数据 否认伪造数据 否认丢失了样本 反正就是一概不承认 这个态度是非常的耐人寻味 对吧 很快又出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正在金玉耿起了脖子 什么都不承认的同时 有一个公众的社交媒体账号 转发了许昌警方的那则通报 那则警方通报 这个公众号那可了不得 注意看看 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站出来 给河南警方撑腰了 这事就有点意思了 中共政法系统的最高层级站出来 给一个地方警察部门撑腰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件事情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企业违法乱计的 这么简单而已啊 而是涉及到了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啊 众所周知 中共的政法系统一直把持在谁手里 江派人马手里 对吧 习近平这几年一直在试图想给政法系统来一个大换血 但是一直就搞不定 从罗干周永康 再到刚刚落马的孟建柱 再到现在这个郭生坤 都是江派的铁杆 对吧 政法系统一直是实施对大陆百姓迫害的罪魁祸首 像迫害法轮功 最就是政法系统干的 对吧 也一直是习近平全面掌权路上最大的阻碍 这次金玉投毒事件 政法系统直接跳到了前台 难道不值得玩味吗 而且金玉最大的靠山是谁啊 钟南山啊 你看他那个在网站上 钟南山是主席嘛 打金玉就是打钟南山啊 这两年中院是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医学权威了 对吧 他已经成了习近平的抗议国师 抗议国师 所以打狗看主人呢 打钟南山 目的是打谁啊 不就是打习近平的脸吗 给习近平看的嘛 对吧 疫情爆发之后 靠着核酸检测大发横财的绝非金玉一家呀 只不过金玉数大招风嘛 对吧 而且有钟南山在那 弄虚作假伪造检测结果的事 难道只有金玉在干吗 大陆那么多的公司 你能保证他们没干过 不可能啊 就目前大陆那个道德水平 那不可能的事情 之所以抓了金玉 还以投毒这么险恶惊悚的罪名起诉 和钟南山是这家企业的幕后大老板 是他的主席大有关系 再一个 按照中共过往的案例 牵扯到最高权力层的人马 宣传口一般都会留有余地的 给三分薄面的对吧 报道上也会也不至于这么穷追猛打 但这次你看金玉昨天出事以后 铺天盖地 这两天大陆这个大小媒体社交账号 各路自媒体穷追猛打 长篇累赌 绝对 而且绝对不删帖 不封杀 你怎么说都成 这说明什么 说明来自最高层的力量 默许 大伙痛打钟南山 钟南山这个人确实贪 人品确实不怎么腻 确实不是一个没缝的鸡蛋 缝很大 这次确实也被抓住了小尾巴 至于案件具体是什么问题 目前还不得而知 最后发展到哪一步 咱也不知道 需要等待官方的进一步的消息 但是不管金玉再如何适口否认 这次动静闹得这么大 想要全身而退 恐怕是不太可能了 而且目前大陆各地疫情频发 又是冬奥会 现在面临冬奥会 又是两会即将召开的档口 一旦疫情失控 造成了党的面子 不可挽回的丢了 那么为这一切找一个替罪羊 也是这个党干得出来的 这位脖子上总是喜欢 带一条金链子的中院士 是否终将光荣的为党背锅呢 不好说 咱们就准备好瓜子板凳 咱们继续看 过去这些年 咱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这种 昨天还是高朋满座 今天就郎当入狱的人和事 昨天刚戴上功勋章 今天就不该的 也没啥稀奇的 这就是中共 中共是一个比癌细胞更邪恶 更丑陋更可笑的玩意 自己吃掉自己 正是他最擅长的事 对吧 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个人 都休想独善其身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新闻最早点 咱们明天见